住新北市府的幕僚最近是先后离职 外界认为是侯家军预备投入参选 但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接受媒体采访时 都不承认有侯家军 不过今天侯友宜出席这个嘉义同乡会活动 致辞时直接表态力挺 更说只要年轻人想要出来 他都支持 出席嘉义同乡会新春团拜 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辞到一半 话锋一转 点名刚投入新北市议员选战的这三人 意外碰到老同事侯友宜当着大家面公开力挺 不过已经辞去市府职务 怎么会掌握市长私人行程 我离开市府那天开始 我就把那一份行程表给就是回收了 销毁了 所以其实市长的行程基本上我都不知道 对所以会知道 我刚刚来这边确实就是媒体朋友告诉我 我才来的 特别解释就怕被扣上用行政资源跑选战的帽子 不过新人参选相对辛苦 团体战当然少不了 一定就是说毕竟都是新人 那大家一起鼓励加油打气而已 我觉得是一件一定要临线作战 然后让年轻人成为新的力量进入议会这样 曾经都是市府同事互相帮忙理所当然 不过侯家军来势汹汹 是否对竞争对手造成压力 面对外界质疑大力澄清 但侯家军这标签想撕掉 恐怕得擒跑基层拿出诚意来证明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